观看必须 他某人上班有甲乙两条路线可供选择 早上定时从家里出发 走甲路线有十分之一的几率会迟到 走乙路线有五分之一的几率会迟到 不论走哪一条路线 只要不迟到 隔天就会走同一条路线 否则就会换另外一条路线 假设他第一天走甲路线 则第三天也走甲路线的距离为何 那我们用推移矩正好 我就说我如果走甲路线的话 第一个是甲路线走甲路线的几率 第二个是走一路线的几率 第二天也是走甲路线的几率 就是十分之九 因为他迟到的几率是十分之一 那没有迟到的几率是十分之九 那这样一程的话第一天还是走甲路线 第二天是走甲路线的几率是十分之一 那如果他迟到的几率是十分之一 那这个应该是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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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样一程的话 排到这里来 如果迟到的话第二天 第二天的话 第二天的话就走什么呢 走那个一路线 因为这样一程的话 放到第二格了 再来的话 就是说 如果是走一路线的话 那我这样一程 一程的话 是放到什么 放隔天变同 走甲路线 也说这个要放五分之一 他第一天如果迟到 走一路线 走一路线 这个乘以这个 走一路线的话 如果他迟到的话 那么他就变成呢 隔天要走甲路线 这个要就变成五分之四 不迟到 不迟到他就走原来 所以他退以体证呢 是这个 我们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 他第一天如果是走甲路线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第二天 他走甲路线的几率 就是十分之九 一程就十分之九 那如果他第一天是走 乙路线的话 那第二天的话 他走乙路线的几率 应该是五分之四 为什么 因为这五分之一迟到 走乙路线的话 再一程 还是走原来乙路线的话 是五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五分之四 这样一程是五分之四 他第一天如果是走乙路线的话 他第二天也是走乙路线 他的几率是五分之四 为什么 因为他五分之一是迟到 五分之一迟到的话 他就走甲路线 那五分之四的话呢 是没有迟到 就走原来乙路线 所以推移指定是这个 现在他是说 第三天也走甲路线 第一天是走甲路线 一零 第三天 那这样一程的话 是第二天 再乘一次 哇 就第三天了 第三天的话 走甲路线的计率 为多少 我们就算 第一个 好 那现在这个等会 这个是等于 十分之九 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 五分之四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多少呢 乘一次的话 就是十分之九跟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跟十分之一 这意思就是说 第一天 如果他走甲路线的话 第二天的话 他有十分之九的几率是走甲路线 十分之一的几率是走一路线 第三天 第三天的话 一乘 一乘的话 这是角路线 就是 十分之九 乘以十分之九 再加五分之一 乘以十分之一 这样多少 这样是一百分之八十一加二 五十分之一是等于一百分之二 所以一百分之八十三 第三天走甲路线的几率是一百分之八十三 所以答案是一百分之八十三 走乘以路线的几率是一百分之九 再加五十分之四 所以是一百分之九加八 十七 第三天走乘以路线的几率是一百分之十七 反正这两个交集要同意就是 所以答案是百分之八十三 所以可以继续 我们看一下 好